嗨,大家都知道,谓语是英语句子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他的灵魂,比如he liked you,他喜欢过你,liked就是谓语。 谓语动词一般反映了整句话的人称、时态,甚至说话人的语气,liked就是喜欢过,过去喜欢,现在喜不喜欢不一定。 一般来说,谓语动词的形式要受到他前面的主语牵制,如果把谓语动词比作一只狗,那么主语就是他前面的红烧肉,闻着味儿,他就乖乖地跟过来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来讲讲主谓一致。 主谓一致是什么意思? 比如,we as well as our teacher plant trees every year。 这句话的plant填什么形式? 是要与we保持一致,还是与our teacher,还是与we和our teacher一起保持一致? 这就是主谓一致研究的问题了,这道题要以we为准,所以填plant。 因此,主谓一致就是主语的术和谓语形态要保持一致的事。 在英语的句子中,主语不一样,被动词的形式也跟着变化。 说白了,就是指人称和数方面的一致关系。 最简单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三单,比如he likes milk,he是第三人称单数,like要变为likes,这就是最简单的主谓一致。 当然,主谓一致的规则有很多,但是一般遵循三大原则,那就是语法一致原则,内容一致原则,究竟原则。 先看第一种语法一致原则,首先大家都知道,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时,动词也要变成相应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另外,主语包含其他短语时,判断单数还是负数的方法有,第一,久前。 主语后面带有with和along with,和谁谁谁一起,together with,和谁谁谁一起,like,像,except,除了,but,除了,as well as,和,including,包括,等等所组成的短语时,为动词以这些词前面的名词为主。 比如,Mary as well as Jack likes music,Mary和Jack喜欢音乐,句子中的as well as翻译为和的意思,但是主语中有as well as,只以as well as前面的名词为准,也就是说以Mary为准。 所以句子的主语就相当于是Mary,第三人称单数,因此like必须用likes。 其实,你可以把as well as Jack看作是插入语,对主语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做题的时候,可以把as well as Jack滑掉,排除干扰,这样你就能轻易地看出主语只是Mary。 再比如,很多学生,包括小明,都想要这次机会。many students, including小明,want this opportunity,虽然主语很长,但是把including小明当作插入语,忽略不计,因此主语就是many students,所以动词用want即可。 第二,用and连接的并列主语,正常情况下肯定是复数,但指一样东西诗为单数。 比如,the singer and the dancer are beautiful,歌手和舞者都很漂亮。 歌手、舞者是不同的两个人,是复数,所以用are,and左右两边连接不同的两个东西为复数。 但是这句话,the singer and dancer is beautiful,这个既是歌手,也是舞者的人很漂亮。 the singer and dancer,表示这个人既是歌手,还是舞者,能唱能跳,是一个人,单数概念,所以用ease。 此外名词还有如像,bread and butter,抹黄油的面包,knife and fork,刀叉,都是一个整体概念,做主语时,类语动词,用单数。 第三,动词不定是,动名词或从句做主语时,把它看作单数,被语动词,用单数,比如helping others is my great happiness,帮助他人是我最大的幸福。helping others,整体做主语,是单数概念,后面用ease,再比如。 what we should do is a problem,我们应该做什么,是一个问题。 what we should do,一个句子整体做主语,是单数概念,后面用ease。 OK,这个视频的内容就讲完了,回顾一下吧,主要讲了主位一致的第一项原则,语法一致原则的三个规则。 第一,主语有with, along with, together with, as well as, like, but等,以这些词前面的名词为主。 第二,主语有and一般为负数,但主语指一样东西时,为单数。 第三,动词不定是,动名词或从句做主语时,为单数。 好了,快去巩固练习吧,后夜! 对,主语指一样东西。